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最快达200公里 4.5秒的0到100加速时间 价格只需大约台币206万元 性能品质越来越好的车款 直逼威胁电动车商特斯拉的龙头地位 特斯拉最新车款续航里程大约400公里 还有250公里的最高时速 加上0到100加速最快5.6秒 价格平均大约是180万台币 尽管面对劲敌 特斯拉坚持讲求CP值 依然稳固电动车市占率 不过整体市场的大小 专家却这么说 专家认为石油产业不倒 传统汽车的市场就会屹立不摇 于是特斯拉有远见 把电动车的战线拉到另一个层次 一出场就惊艳全场观众 去年特斯拉就推出电动卡车 逼得宾市的母公司戴姆勒 也随后跟进 就是不能让特斯拉专美于前 看来电动车市场的竞争 烟销位只会越来越浓 三连新闻 陈陈泰 台北报道